隐藏在台中的巷弄之间 仅以小小的木制看板来当作招牌 门口一整片的落地玻璃 清楚地看到了各式各样富有质感的家具陈列在其中 当初为什么会把店开在这么静谧的社区呢 说话很轻柔的老板文山认为 若是开在了热闹的街道上 就没有办法提供优质的环境 让顾客慢慢挑选 如此细致有想法的经营模式 在他的店里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以北欧风格为主的家具店 就有如老板说的一样 是一个慢跑遛狗散步会经过的铺子 店内也提供了简单的茶饮 欢迎有空进来散步铺家具走一走了 这种请的请可ó参考虑